蔡英文提出第二任期内美台关系有三大任务 包括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安全合作关系 启动自贸协定谈判 以及与美国合作 强化和其他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连结 周三 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 结束对台湾为期四天访问 川普总统11号受访时 称赞台湾防疫有成 周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捷克参议院公开演讲 他特别以捷克和台湾关系为例 指出中共打压胁迫他国 本月底 捷克参议员议长维特齐 将代替以趋势的前议长 柯加洛出访台湾 蓬佩奥表示赞许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